大家好 歡迎收看 政經最前線 無碼看中國 我是主持人張宏林 再次感謝大家收看我們的節目 因為大家每次的鼓勵 留言 給我們許多的一些建議 包含我們一些用字潛質 包含想要談的內容 有許多人甚至還寫信給我們 提供不管是節目的方向 或者覺得有一些對於有關 推動中國民主化的一些高見 其實我們都有收到 我想我們未來在節目當中 或在題目當中 我們都會把大家的一些觀點 內容 我們做一些分享 我覺得很棒 我覺得像是我們有共同理念的朋友 聚集在這裡 不過 不過 我不希望我們是和尚對和尚 這個來講經 或這個牧師對牧師來講到 我覺得我們必須要把我們的一些想法 擴增到更多的人來做一些 相對應的一些影響 我覺得我們才可以把我們的一些理念 來作為實踐 也許這個是節目 會受到大家支持的原因 就是我們不是一個商業電視台 拿錢辦事 拿廠商做廣告 做哪些的事情 就是我們還是具有一些理想性格在 當然我們也不希望太空理想 我們還是希望我們也很務實的 來對於許多的一些理想 來作為推動 所以我們許多的來賓也都是很務實的 一個所謂的推動者 很多的一個實踐者 我們今天要談的題目是一國兩制 這個對台灣的朋友來講 可能會覺得吵得非常的爛 一國兩制 當然台灣在過去許多的一個民調裡面 對一國兩制事實上是有非常大的疑慮 他最直接的部分是從香港的議題之後 大家就破滅了 就那騙人 然後一國兩制 所以一國兩制 如果我們今天想像中他真的在台灣實施的話 我們來做一個預想 一個推演 他到底會發生什麼事情 我想透過這樣的分析 也許也可以讓大家更瞭解 到底我們需要怎麼樣的一個制度 到底一國兩制真的適合台灣嗎 這個我們今天很開心 邀請到我們台大政治系的榮譽教授 也是我們透視中國的高級研究員 敏居正老師 老師你好 宏林兄好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是 老師 我們回到一國兩制 因為中共的滲透一直很厲害 我們過去在節目當中談了非常的多 到現在台灣還是有政治人物跟媒體 還是談一國兩制很好 他覺得香港有他的問題啦 台灣不會 台灣至少還這個 我會提到中國畢竟對於稍微 這個在民主自由程度 這個內化較多的台灣 會給予更大的寬容 會有所謂的台灣形式的這個一國兩制 絕對跟香港不同 他也可以給你高度的承諾等等 內部還是有人一直叫 還罵說你就是不承認九二公司 就是不承認一國兩制 所以這個導致現在我們看到 這個中國共機才會不斷地繞台 老師怎麼看待這個事情 我們先撇開政黨 我們就直接回來談這個問題 因為當初一國兩制最早推出來的時候 是英國人跑去跟鄧小平要談判 談判說怎麼去 是英國人想說我繼續治理香港 然後說這個主權換治權 就交還主權讓我繼續統治香港 但是中共不願意 那中共想說我必須收回來 但是我還有一個辦法 之前他們設想的東西叫一國兩制 一國兩制最早是幫台灣設想的 結果沒想到香港問題提前浮現 然後英國人跳出來 最後中國人說那好吧 那我們就把一國兩制 先實行在香港看看 看看會怎麼樣 希望說如果一國兩制 在香港實行得很成功的話 說不定可以來垂範台灣 然後對台灣做統戰用 所以他繞了彎子現在回到這裡來 很多人就對這個所謂的 台灣版一國兩制 就有一些不切實際的幻想 我們來談談這個問題 當然講到問題前我得說明一下 九二共識跟一國兩制是兩件 接受九二共識並不代表 就等於接受一國兩制 這之間還是有差別 但是接受九二共識 容易滑向一國兩制 倒是不爭的事實 好 我們回到一國兩制 當時的一國兩制在1980年代 這提出來之後 這七年末提出來 80年代在香港談了很多 因為他們直接要面對這個問題 所以當英國跟這個中共 談香港問題的時候 一國兩制在香港談了很多 當時我覺得最鋒利的一個觀察就是 認為說一國兩制 第一 有很高的欺騙性 第二 有很高的暫時性 什麼叫欺騙性呢 欺騙性就是反正騙你的了 到時候什麼時候這個玩完了不知道 他說50年不變但不保證 所以這是欺騙性 第二 答應你什麼舞蹈跳 馬蹈跑 生活方式不悅 也不見得會這樣 到時候可能慢慢會改掉 所以這個叫欺騙性 第二 叫暫時性 暫時性就是說50年不變嘛 50年不變並不代表永久不變 最後總是要變的 所以它是個暫時性的東西 但是暫時多久 大家沒有把握 是這樣 所以這兩個觀點 好了 那麼如果說一國兩制 是50年不變的話 從什麼時候起算呢 從1997年起算 所以理論上應該到2047年 現在才23年 到2020年一國兩制已經徹底變掉 今天到了2021年 香港朋友過什麼日子呢 大家有目共睹 所以在這基礎上 如果說大家還有人 對台灣版的一國兩制 有所幻想的話 我們現在就認真談一談 如果說出現一個台灣版的一國兩制 那麼這個一國兩制會在台灣 會怎麼運作方式 我們大概可以從政治 經濟 社會 文化 宗教 那幾個方面來看 大概我是這樣看的 是 老師 如果這樣我們一項一項 就來我很好奇 如果今天真的台灣實行一國兩制 在政治上就會有什麼變化 這樣子吧 我們可以拿香港這20幾年的經驗 當作一個參考架構 然後我們可以拿澳門 這幾十年的經驗當作架構 同時我們可以拿中國大陸 自己過去70多年的發展經驗 當作一個架構 拿這三個架構當作一個參照點 大家可以看得比較清楚 所以如果說一國兩制 真的在台灣實行在政治上 第一 我們看見的就是新華社 在台灣會社分社 新華社 台灣分社 他實際上會是台灣工委 就是中國共產黨的台灣工作委員會 他可能會叫做中聯辦 但可能叫新華社 但這兩個可以是1 2 2 1的 大概擺在什麼地方呢 比較可能會擺在101大樓 這是第一個我們會看到的 然後這個分社不管它叫什麼東西 成立之後它就開始大力統戰了 第一件事情交朋友 也就是我釋放訊息 因為中共的人來到這裡了 大家會怕 所以很多人主動地跟他交朋友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 既然你們來交朋友 我就可以收買 所以我給你一點利益 讓你去張書做個投資 讓你在四川搞什麼生意 在哪邊養個魚讓你賺點錢 然後能收買就收買了 再來要麼就用官位收買 讓你到北京或到哪邊的人大 或政協裡面掛個什麼名 你就很高興了 好 再來你若不同意的話 或者說真的這個很麻煩的話 我就恐嚇你 我不用直接恐嚇你 只要我跟你談得不愉快 我收買台灣黑社會恐嚇你 你明明知道是我的恐嚇 但你抓不到證據 因為出面的是台灣的黑社會 甚至比較嚴重的話是暗殺 這事情大家說怎麼可能 大家看香港發生什麼事情 反送中運動以來 不是死了幾百人 這個毫無緣由就死了嗎 很多人是很年輕的 而且死的是很不正常 死的是非常荒唐 非常離譜的 所以暗殺是絕對可能的 這是第一塊 第二塊 總統跟五院院長 跟各部分可能暫時都還有 大家還是行禮儒 還是做官 政黨表面上可能都存在 但是特別反共的政黨會銷售逆擊 特別台獨政黨會銷售逆擊 我們不管說這些對或是不對 但在一個多元社會裡面 這是可以存在的 這在我們政黨法下面是容許的 但將來他們會慢慢消失了 但是這些政黨消失了 政黨數量可能不見得會減少 為什麼呢 因為很多親共政黨會出現 這些親共政黨 他不一定會名正言順說我親共 他可能會用民族主義的包裝說 我是親中 我是愛中的 我不是說所有愛中 親中政黨都親共 我說親共政黨 會用親中的面貌出現 好 這是第三塊 第四塊 政治人物 政治人物表面上還有人在活動 但特別反共的人會減少 特別講台獨的人會減少 然後一般人會謹言慎情 會自我審查 那麼主要的政治人物 我們投一任 投兩任 可能還在選得很高興 到後來慢慢就變成地下台共 出來選了 香港就是這樣子 前面不是董建華 然後這個什麼曾蔭權嗎 後面不就變成地下共產黨的 港共的梁振英嗎 再來就明目張膽的林鄭月娥嗎 不就是這樣子嗎 好 更主要還有兩個部分 一個是軍隊 一個是警察 台灣的軍隊 軍事院校 會被逐步地滲透 會被換血 會被洗腦 甚至會被淘汰 個別的可能會被消滅 警察也是一樣 滲透 換血 洗腦 淘汰 消滅 所以到這一步的時候 政治就已經開始變得很大了 表面上看起來還沒什麼變動 就像香港一樣 比方說前幾年大家還在這邊懸 還在這邊鬧鬧 慢慢的就收緊了 收緊了 23條不行了 最後國安法就來了嘛 是不是這樣子嘛 老師剛剛提到政治上的手段 比方說用威嚇的找人來找你麻煩 就發生了 不用一國兩制 我們看到香港的朋友來台灣 開書店就被潑漆 就明目張膽 開餐廳那麼大 開餐廳就給你潑糞什麼的 不用等到一國兩制 他現在能做的已經無所不用其極了 當然剛剛老師談到是在政治方面 如果是在經濟方面呢 經濟方面第一個 我想這樣子吧 大量的大陸國企回來台灣 第一用他金錢的優勢 去併購一些他們認為關鍵的企業 這些關鍵企業通常是帶有技術的 第二 擠壓台灣本地企業的生存空間 然後搶佔市場 第二 有大量的大陸企業 會進到台灣的股市 所以依此之間台灣股市看起來 會非常繁榮 非常熱鬧 很多潮短線的或不明就里 會進去會賺到錢的 那幾年還真的會賺到錢 這還不是開玩笑的 然後大陸企業會進到台灣的關鍵領域 會進到科學園區 特別像半導體 然後這電腦的這些電子產品 3C上下游 關鍵地方還會掌控 再來會有很多的合資公司出現 大陸入資跟台資 入資跟外資進到台灣 然後併台資什麼等等 大量的這個合資公司出現 但是合資公司開頭幾年 可能架構還是不變 再過幾年會有兩個重大變化 第一個重大變化就是 這些公司的高管 慢慢大陸人增加了 可能還有台灣人或外國人 但是大概實權的比例就小很多 第一 大陸人擔任高管比例越高 第二 有些個別公司 或明或暗的會涉及中共黨委 對 開始管了 管人 管政策 管事 管錢什麼都管 所以前幾年台灣人可能會在股市 什麼等等看到一些榮景 因為有大量的資金 企業什麼進台灣 甚至工作機會增加了 大家會覺得不錯 所以前幾年大家會賺錢 但是我得必須這樣講 好景不長 過幾年之後就開始割韭菜了 我們說這東西都是沒有嚴重的 美中貿易戰 就假設說就單純這樣過來 那麼最後一個情況就是台灣的資金 台灣技術 台灣人才會大量流到大陸去 因為看起來那邊吸引力也滿大的 所以就是大陸人很多來到台灣 台灣人去了大陸 事實上它另外一部分就是 它一個變相的移民政策 就是逐漸稀釋你台灣人的比例 然後把大陸人增加 等於是變相的殖民跟變相的移民 這是經濟上我們看到的 這個其實真的老師的推論 這有根據了 我所知道香港大概就是這樣的狀況 開始很明顯被改變 如果從台灣的社會文化的 相關的部分老師又怎麼看呢 大概社會部分第一個就是 五星紅其實在台北街頭越來越多 這前幾年已經出現了嘛對不對 在101也好 在西門町也好 共產黨五星紅也出現了 然後有人說那是言論自由 你到美國或到歐洲社會去 把納粹旗幟拿出來 你說言論自由 你看看 言論自由是尺度的 言論自由是有範圍的 也就是你這個言論自由 傷害到我社會的架構的本質之後 這個不叫言論自由 因為你是明顯而極刻的危險 這就有案例在前面的 所以言論自由不是無尺度 言論自由基本上不能傷害到 我們社會的基本的立國精神 傷害的基本價值觀跟基本的原則 但是我們看到就是五星紅旗會出現 大陸式的標語跟口號 在各個地方能慢慢會看得多了 什麼爭鋒奪秒 奔向2000了 中國夢 強國夢 然後什麼中國崛起慢慢你會看到了 然後這是第二個 第三個在新聞裡面 大陸新聞的比例增加了 然後這邊會有兩件事情很明顯的 第一 在台灣某些電視台 可以看到大陸的新聞聯播 第二 我們可以看到 有些電視台表面上很中立 但是播得越來越多是傾向大陸 或傾大陸的東西 這第三點 第四 大陸的網軍 對台灣的滲透跟洗版 會更加全面 更加徹底 更加猖獗 到時候言論空間就被縮緊了很多了 這樣還不算 再來就是社會輿論 社會輿論有幾個明顯變化 第一 親共的輿論增加了 當然它表面上可能是含的 是用親中國的這個形式包裝的 但是多數人分不清楚中共跟中國的時候 這兩者會不會混淆 而中共在這時候就有意要混淆 就告訴你說中國等於中共 中共等於中國 所以現在講中國就等於是講中共一樣 那沒有關係 你們儘管去講好了 好的 第一塊 第二塊 反台獨的話會多了 而不管贊成統或獨 我認為那是一個言論自由的問題 那問題是只要不影響到 這社會的基本安全 這都是可接受的 我們的刑法 我們什麼都是可以接受的東西 但是到那時候 你要講台獨大概就不被容許了 或者說講台獨會被打壓 會被圍剿 然後很多反台獨的言論 反分裂的言論會出現 甚至反台灣意識 或反本土意識的這些言論開始出現 也就是社會輿論的風向開始轉變 但是更重要一點就是 虛假的中國的民族主義 會衝刺台灣社會 我們就看到很多宣傳說 中國越來越強大了 然後中國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之下 變得越來越強大 再來解放軍很強大 解放軍這個空軍多強 陸軍多強 海軍多強 太空軍多強 信息兵多強等等等等 然後就不斷看到一些演習的照片 然後遼寧號 山東號 這個號 那號什麼等等 慢慢你就越看越多 再來下一個訊息告訴你說 中國現在強大到可以跟美國爭霸了 所以中國人終於站起來了 1949年毛澤東在天安門講的這句話 在台灣這三天兩頭會聽到 中國人站起來了 那麼如果說這個話 真的是很有道理的話 大家再想想 如果當年納粹告訴德國人說 德國站起來了 德國再往納粹統治下站起來了 再往納粹領導之下站起來了 那時候德國人不被感動得 這個替勢交流的恐怕不太多吧 可是今天回頭去看 如果還被這句話感動德國人的話 那是莫名其妙了 所以我常常講 我說 民族主義是一個雙面刃 看你怎麼去用它 用得好它可以幫助民族復興 用得不好可以帶民族走上毀滅之路 但是民族在走上毀滅之路的當時 它是沒有感覺的 它是換天洗地的 所以虛假的民族主義在台灣社會 中國民族主義在台灣社會 會大行其道 然後再來一些比較不明顯的 很多社團開始中共化了 最明顯第一個會是同鄉會 第二個會是同學會 再來是藝文團體 社會團體 慢慢的共產黨的味道就濃起來了 好 再來就是大陸出版品 在台灣社會越來越多 現在不是鬧出童書事件嗎 是 大家不要小看這事情 中共的洗腦教育從娃娃抓起 他從3歲就開始教你說 共產黨怎麼樣救了中國 怎麼樣帶領中國走上富強康樂的大道 所以他會有一套他的世界觀 他把這套世界觀從小的時候抓起 讓你不知不覺看東西 慢慢就形成這個觀念 我再說一次 我並不反對健康的民族主義 但是一個居心頗測的民族主義 或者是虛假的民族主義 只能毀滅這民族 這事情日本做過 德國做過 我們剛剛講過了 所以這些東西除了在童書裡面出現 會有大量的電影會出來 電視劇會出來 歌曲會出來 大家不要忘記 南部的很多本土電台 現在在放大陸的音樂 放大陸的歌曲 但他們沒有什麼感覺 或者有些人有感覺 但又拿了錢 讓他因為這樣做 好 再來各位想像不到的 台灣的黑社會會中共化 為什麼呢 因為中共必須在台灣社會 必須要去打手幫他做一些事情 所以他們買通一些黑社會 然後他用什麼辦法買通呢 兩個方式 一個是用錢直接買 第二 用民族主義 他會告訴你說藏意美多圖狗背 好 那麼愛國的人不分黑白 你是黑社會人 沒有關係 只要你愛國我都可以接受 香港黑社會現在不約中共 這個中共化了嗎 所以香港黑社會很多時候 配合警察去打壓這些 這些民主示威的人不就是這樣子嗎 但是更可怕的是社會氛圍的改變 社會裡面因為中共的勢力慢慢大了 所以社會告密風氣開始增加 抹黑後開始增加 然後有些人會被孤立 只要你跟中共講話不一樣的 會被孤立 會被打擊 這事情會變得非常普遍 是 如果回過頭 剛剛提到面向進入到 包含教育文化的部分 如果中共進來在推行真的一國兩制 他會是什麼樣的樣帶呢 這個想起來真是滿可怕的 第一 比較具體就是 會有大量的大陸老師來到台灣 大概應該這樣吧 從大學開始了 大學 高中 初中這樣一層那樣下來 來到台灣 他大概主要做兩件事情 表面上看著他在教書 但實際上他在洗腦 他在教 他在或明或暗地教 大陸那樣東西 這第一個 第二 他重要的任務就是審查跟監視 他既監視他的同僚 就是其他的台灣老師 也監視學生 我根本可以具體舉例子給各位聽 我在台大上課的嘛 那麼我在台大上課的時候 我開一些課是跟中共相關的課 大家也曉得我的專長了 我開中共課就有很多大陸學員來上課 那麼前幾年就一些大陸學員 上了我課之後 上了幾個課之後 跟我講說老師 我不能來上課了 我說為什麼 他說因為我跟妳上完課之後 下課跟妳去聊聊天 結果我被警告 有人在台灣請我去喝咖啡 警告我說 你不能跟明老師走那麼近 因為明老師怎麼樣怎麼樣怎麼樣 很具體例子 也就是大陸學生來台灣 希望受到一個比較好的 比較開放的 比較進步的教育 結果在這邊受到大陸人的監控 那這件事情將來 如果真的一旦一國兩制 在台灣實行的話 這件事情會變得非常普遍 第二件事情我們看到 大陸的教科書會大量來台灣 不過一開始可能是比較理工科的 看起來是沒有什麼傷害的 慢慢文法商的就進來了 商的也沒有什麼傷害 文的部分傷害就比較大了 傷害最大的是有關歷史的部分 也就是說中共有一套史觀 有一套歷史觀 一套社會觀 這套史觀跟社會觀 就是滲入到台灣社會 這些中共的史觀 它用完全不同的角度 去解釋中國的情況 解釋中國跟外國的關係 解釋國際社會 它的核心當然講說中國要崛起 中國這100多年來 被西方帝國主義打得多慘多慘 現在我們要崛起了 幸虧有中國共產黨 感謝中國共產黨 所以中國才是崛起 所以將來這套史觀在台灣 就變成說越來越廣泛 台灣的教科書裡面出現 然後會在一般刊物大量出現 在網路文章出現 然後慢慢的 更重要在哪裡出現呢 在考試題目出現 一旦走到考試題目的時候 大家就必須這樣回答問題 大家就必須這樣去想問題 大家就必須去配合他 所以換句話說 當他進入到考試的時候 這個衝擊就非常大了 好 那麼在社會上 我們還看到什麼呢 除了剛剛講說文教之外 我們看到就是 敢於講話的不同聲音的異議分子 包括你我在內 慢慢會被封殺 首先這個出場的機會會少了 然後第二 我們任教機會 慢慢會縮減 第三 我們文章不被發表 第四 我們講話會被警告 最後誰跟我們的貼呢 誰看我們的東西呢 會被人家認出來 然後會被警告 一步步的下來 警告就算了 再下一步就切斷工作機會 徹底斬斷你的經濟來源 我看你還拿什麼東西來煩我 是 這個以後當然就沒有 政見最前線 這是最直接的部分 就不可能允許這樣的節目存在 當然幾個面向談完之後 最終就談到宗教這件事 老師 你看那會怎麼樣的一個 在宗教在一國兩制 在台灣版假設真的來推行 會是怎樣的一個模樣呢 第一個應該是宣傳無神論吧 然後告訴人說這個沒有神的 然後這個宇宙就是個機械的宇宙 然後除了講無神之外 他就要開始正面打擊宗教 宗教是落後 宗教是迷信 宗教是精神鴉片 是騙人用的 所以你們不要相信宗教 那不相信宗教相信什麼 相信共產主義 現在是共產主義 然後他對個別的廟宇跟教派 他會統戰 會滲透 大家知道現在邵林寺有CEO 邵林寺可以租股票 對 各位能夠想像到邢天公 或者說我們的什麼大廟 或什麼城隍廟將來發股票嗎 邢天公股票 或什麼這個散導式股票之類的 好詭異喔 這非常詭異 然後散導式有CEO 邢天公有CEO 然後出來這邊講說 我們相信共產主義得永生 然後這邊一邊拜佛祖 這邊一邊拜習近平 這大陸上是發生的了 然後個別宗教領袖 如果還繼續抵抗 堅持信仰的話會被打擊 會被排除 然後甚至會被逮捕 這大陸已經發生了 所以大家不要以為說 中共只是討厭法輪功 中共當然討厭法輪功 誰是正派 誰是正教 誰是正的信仰 他當然會打擊 但是別的天主教 基督教 伊斯蘭教 佛教 道教 跟民間信仰呢 通通在剷除之列 你說大陸上還是有啊 有 那是因為他還沒完全進得掉 但是他當他能去的地方 都都去了 各位注意看 邢林寺現在不就讀這個毛語錄 讀這些東西嗎 所以各位看到就是 我們把大陸過去幾十年的演變 特別結合了香港這幾年的變化 稍微勾勒一下 大家慢慢明白 一旦台灣版的一國兩制出現的時候 台灣就變成這樣子 所以在這個情況下 台灣還有人說 台灣可以有台灣版的一國兩制 他走得會比香港版的更好 這叫自欺欺人 如果不是自欺欺人的話 那就是有意配合中共統戰台灣 真的 今天你謝謝我們明老師 針對台灣版的一國兩制 假設真的在台灣 真的有人幻想浪漫地覺得說 只要跟中共不要這個 當然就是接受吧 不管怎麼辦 現在的武力啊 認為有一些差異美國 又不一定來這個救你 在這種狀況之下 接受還是可以過得很好 會嗎 其實老師從不管是政治 經濟 社會 對文教 包含到宗教的部分 以我們的這種推估推論 跟以香港為進 作為一個參考來講 顯然沒有這種事情的啦 我覺得每次在節目當中 我們都不免要為香港的朋友 在追求民主的朋友 真的要再為他們打氣 因為我覺得社會就這麼現實 我相信現在國際上 好像大家沒有人 又特別在關心香港疫情 包括緬甸的事情又產生了 或者是疫情的部分 疫苗的部分 那又被轉移焦點了 但我們至少可以說 包括明老師 包括我們政經最前線 我覺得我們對這個議題 是不會放棄的 我們還是會持續來關注香港 因為我覺得對台灣的朋友 為什麼最後會驚醒 一國兩制是一個騙人的部分 其實就是藉由香港人民的血汗 真的 我覺得那是一個 血淚了 血淚 對 這就是讓人家覺得非常悲壯 我覺得非常難過的部分 每每在回想看到那些影片 都會覺得真是不捨 但還是要繼續努力啦 真的有人說這個解決香港的問題 現在唯一的方法 就是讓這個流氓民主化 只有這樣的方法 我也要加一句話好不好 香港加油 對 大家一起努力 今天很謝謝明老師 清楚地幫我們來闡釋 這個一國兩制 如果套用在台灣發生什麼問題 真的我們希望這一集的節目 可以敲醒許多 還認為一國兩制 可以讓你免於被中共的 各式各樣的騷擾跟打壓 不會的 事實上你只是慢慢地 進入它的圈套 而被全面最後的吃化 而且這不是我們願意看到的部分 再一次謝謝老師 也感謝大家的收看 請大家協助幫我們的節目 轉傳 然後訂閱 按讚 留言 讓我們的節目可以擴展到更多的人 讓更多人瞭解到真實的事件 跟真實的聲音 再次謝謝大家 大家好 歡迎收看政經 最前線無碼看中國 我是主持人趙宏林 再次感謝大家收看我們的節目 也謝謝大家的支持 許多的留言我們都看到了 我們近期也會彙整 這些留言我們希望有機會 特別針對觀眾的一些留言 我們可以在節目當中 來詢問我們的來賓 或者特別來做一些介紹 所以你們的支持 是我們節目繼續前進的動力 這對我們來講 都是非常大的一個幫助 最近台灣很流行吃的水果 叫做鳳梨 為什麼呢 因為中共突然 以這個有藉口蟲的一個原因 這個禁止台灣的水果 鳳梨銷售到中國 給大家許多這個非常的憤慨 有人說這個怎麼可以這樣子玩啊 但有人說這個雞蛋 真的不要放在同一個籃子 當然有人反過來說 這國際貿易不是你制裁我 我制裁你嗎 聽起來好像也是不同的一些觀點 不過很明確地看到 中共這種以傷逼政 或者是我們以戰來逼響的部分 越來頻率越來越多 所以這個中國的官媒也說 對啊 鳳梨這算什麼 以後你們還有一連串的噩夢 我們今天就好好來聊 這個相關的議題 首先我們要很開心邀請到兩位來賓 第一位是我們前國大代表 黃鵬肖大哥 黃大哥你好 主持人好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接著是介紹我們軍事專家 吳明杰老師 大家好 最近台灣當然剛剛一開始提到過 大家很關心這個鳳梨的問題 因為這個中國的抵制 其實這個抵制顯然 也不只是對台灣這麼做 如果大家還記得之前澳洲的龍蝦 紅酒 然後還有包含這個 我們看到這個稀土 想要這個禁止出口等等 他顯然他認為 我有一些經濟的手段來作為反制 畢竟我市場這麼大 你要賺我的錢 所以不只是他要台灣這個貴人民幣 他要全世界的人都來貴人民幣 當然從目的論來講 以至少台灣的這個狀況來說 台灣就是在這世紀人上面 反而你越禁止 你越做這樣的一些手段 雖然內部也許會有一些 不一樣的聲音 但大體上來講 對於中共的這個不滿的部分 情勢反而更高 所以黃昌大哥我們該怎麼辦 有人就說這個就是很標準的 就是逼你談判 然後用軍事的 用經濟的 用各種的手段 的確我們內部有一些人鬆動 說你看嘛 都是你們 你們就是這個之前對中共不友善 對中國這個仇視 難怪人家會來制裁你 或者用一些手段 而且人家說這只是噩夢的開始 是的 其實我們如果對歷史 稍微關注一點的話 你會發現說現在的中國 跟百年前的中國 甚至千年前的中國 有些地方還是一樣的 第一個 他們都認為自己是天朝 那麼我最大 以我為中心 所以叫中國 就以我為中心 這個宇宙 這個世界 環繞著我在運行 這種天朝的心態 使得說他要萬方來朝 你都得給我低頭 給我下跪 那麼你看當初英國的馬格爾尼 你到中國來 那時候乾隆皇帝 這個他想要見乾隆皇帝 面帝這個女王的國殊 但是乾隆皇帝為了一個 基本的要求就是你來 你見我你就要磕頭 那馬格爾尼想說 我們西方沒這道規矩啊 幹嘛我要見你磕頭 我是代表維多利亞女王的 對不對 我幹嘛跟你磕頭啊 所以他拒絕磕頭 為了這樣的一個儀式 最後這一場的東方與西方的 第一次正式的外交就擱淺了 所以這個問題一直沒有解決 所以同樣的也是 中國對於台灣基本的心態就認為說 你應該跟我磕頭 不是什麼香蕉 鳳梨 芭蕾 我就是要你磕頭 但是話說回來 今天我們中華民國台灣 是一個主權獨立國家 我憑什麼要跟你磕頭 對不對 如果說到在中國的 這個現代史上 中華民國的歷史 比你中華人民共和國更長久 今天中國的分裂 不是中華民國叛變啊 是你在叛變啊 對不對 是你中華人民共和國 你中共在民國20幾年的時候 你就已經成立了 這個江西的蘇維埃政權了嘛 對不對 你就國中有國 你就分裂國家了嘛 但是他現在認為說我是老大 你就得要怎麼樣怎麼樣 特別是中國人始終有個想法 就是說對於貿易的看法 是跟一般的這個西方國家一樣 或現代人的觀念一樣 是不一致的 他們始終認為說你來貿易 如果你有賺錢 你就是捧我的飯碗 你吃我的飯就要聽我管了 你就得要順著我一點了 他認為說我是給你飯吃的 但是在我們一般現代國家裡面 正常的貿易是什麼 互惠的 這個不是說誰贏誰輸的問題 誰賺誰賠的問題 特別是說在目前全球化的狀況之下 這裡面很多的貿易已經使得這個 在全球化之下的這個供應鏈 是全球布局啊 現在一些的主要的工業產品 很少說某一個單一國家 去製造或完成 絕大多數都是透過國際分工 大家各有所償 然後在某一個國家把它組裝起來 這樣子也比較合乎經濟的原則 這就是為什麼要WTO 為什麼要這個全球化的主要因素之一 那麼所以說今天我們台灣跟大陸之間的貿易 每次我們台灣也好或大陸也好 一步好像你看你台灣 每年從我這邊賺了1000多億美元啊 這樣子你一點善意都沒有 拜託這1000多億美元是我們賺了嗎 如果你仔細地分析的話 你就發現說我們對大陸的貿易 這個依存的關係是非常複雜的 所以他選擇就是說 我要怎麼樣能夠由國內的產品來取代 所以這裡面講到就很複雜了 第一個 你看一進了台灣的鳳梨以後 馬上所謂徐文鳳梨 但是實際上徐文的鳳梨 他們叫徐文菠蘿的種苗 跟我們的金鑽是一樣的 換言之有台商或者是台灣人 把台灣的優質的鳳梨種苗 或者說是優質的水果 乃至於稻米的種苗 私下的移植到大陸去 為了他個人的利益 然後跟大陸聯手 然後來發展出新的替代品 替代台灣的這個貿易 所以這裡就講到說我們第一個 我們內部這個說實在 換個角度來你可以說是有蟲吧 但是作為一個 如果是一個正常的國家之間的交往 或者說是貿易的話 坦白講這也算是一種正常行為 但是問題就在於說 我們跟中共之間的貿易 完全是非正常的 為什麼說完全非正常的 因為中共從一開始 他就打算說以傷逼陣 所以發生這個事情 大家也沒有說什麼驚慌失措啦 不知道天塌下的 沒有 為什麼 就是說遲早有那麼一天 結果就是這個樣子 我最近流行的一個就是 這個叫什麼 就是養套殺 對不對 先給你很多的優惠 吸引你來 土地優惠 人工便宜 政策放寬 吸引你來 你來了以後 你帶盡技術 帶盡資金 然後你在我這個地方生了根了 我開始就套住你 怎麼套住你 很多方式啊 這個付稅的方式 法令的方式 套住你 最後我要你怎麼樣 你 你也只能怎麼樣 你要靠他的市場 你要靠他的政策 那麼說實在 你就掉入了他 養套殺的這個獻金裡面 所以這一次的鳳梨事件 只不過把兩岸之間 這種不正常的這種貿易關係 再一次的透過鳳梨浮現上來 是 那麼但是另外一方面 也可以看出說 對於我們台灣 其實老共啊 往往聽了一些 台灣的一些去那邊講好話的人講 台灣啊 很脆弱啊 很怕死啊 很怕制裁啊 你只要一怎麼樣 他就亂了 就怎麼樣 說實在 你真正的瞭解台灣人呢 你就會發現說 台灣人呢 人很好 很勾引 但是你真的要對他橫著來 台灣人真的是吃軟不吃硬耶 所以你對台灣人好 這才是真正對台灣的一個統戰方式 你要用這樣橫著來 說實在 台灣人絕對不是你所想像的 這麼的軟弱 這麼的不堪一擊 所以這一點我們也希望說 中共不要做誤判 千萬不要聽某些人 順著你的心講的話 真正來講 台灣的這種特色 實在是絕不容小規 連當年日本的統治者都認為說 台灣人很難搞 不能夠 對他們真的用高壓手段 所以像這些的 我覺得說 這個經過這一次的鳳梨事件以後 一方面也讓我們看出了一些問題 譬如像說第一個 很多的這個 我們友好國家 譬如美國 加拿大 日本等等的 主動地表達 對我們鳳梨的支持 事實上也是代表對台灣的一個支持 第二個 除了這以外 很多國際上的網友們 大家同時表達支持台灣 也等於是做了一次這個世界性的行銷 人家還知道原來台灣的鳳梨這樣 那麼我們現在的鳳梨 事實上這個也跟我們傳統上的認知不一樣 很多鳳梨的加工品非常有創意 譬如像說我們的屏東有那個鳳梨乾 然後加上什麼巧克力 你想想看 這樣的甜點 一盒要1500塊錢 它的鳳梨附加價值大為不同 我們外交到日本的鳳梨 為了迎合日本的消費習慣 所以我們把它做成薄片 像撒西米一樣的 然後把它包裝起來以後冷凍 急速冷凍 然後賣到日本的超商裡面 日本人他可以買1、2片 2、3片這樣子 然後這個讓它這個融化以後 就可以就著這樣吃 所以很有創意 很有這種新的做法 那麼經過這一次的所謂的鳳梨之亂以後 也讓我們發現我們台灣人為什麼能夠 一直這樣子旺旺來 真的也是我們在不斷地這個創新 我們不斷地想要突破各種的困境 所以從另外一方面講 中共也是台灣的貴人 由於他不斷地打壓 就像一塊鐵一樣不斷地錘錘錘錘錘 擺煉成鋼 台灣就是這樣煉出來的 我們的台積電 我們的這些晶圓代工 我們很多非常先進的傳統產業 都是在這種千錘擺煉之下 所逐漸著長 所以這點也是讓我們覺得很欣慰的地方 事實上中國的威脅不只是對台灣 很多人覺得說只要是台灣 不要去挑釁中國就沒有事啦 事實上是這樣嗎 我們看到中國 特別我們應該纏中共的這個共軍 不斷地在擴大 對於全世界的一些影響 這個我想大家在過往節目當中談太多了 我們以為給他長一點經濟的甜頭 好萊塢的電影讓他播放一下 讓NBA的球賽進去打一下 中國就會感受到這個自由的滋味 沒想到他們享受的是經濟的滋味 但不斷地在擴充他們在整個 我們認為意識形態 這些共產主義的這些擴充的影響 所以有人說這是另外一個 新的伺劃的開始 就看歐美或各國的領袖 能不能驚醒這樣的問題 中共特別在我們談到的 這些相關的飛彈的部分的部署 做非常的多 有人就說哇 這個當然聽起來 不會只針對台灣 這可能是對全世界在展現它的肌肉 要產生這些影響 到底這個會造成整個世界上的 怎樣的一個所謂的恐慌 或者大家必須要怎麼去面對 這個明潔老師你怎麼看 好 我分兩個部分談 我們先來談中共的這個飛彈威脅 剛剛主持人談到說 最近主要是這個 美國科學家聯盟這一個FAS 他這個分析了一批這個衛星照片 這個衛星照片發現在這個蒙古的這個自治區 有一個區塊長達140公里 這個傳統上過去是火箭軍 中共解放軍火箭軍的訓練場 這個區塊其實有這個多達20個營區 但是在這個地方 從這個過去 原本已經大概有20座的一個 所謂ICBM 洲際彈道飛彈的 一個地下岩體 從這2016年之後又開始陸續增進 但是加速的時間是在2020年 就是去年的下半年 突然又增加了11座 也就是說這樣子合計 大概陸陸續大概有增加了16座 這樣的一個發射岩體 那這發射岩體拿來做什麼呢 因為它的一個設計的確也非常特殊 就是說基本上來講 它會用這個2到4公里的間隔 然後一個一個間隔 中間又透過有這個2到320公尺的隧道 把它連接起來 好 這樣的一個地下岩體的隧道 到底是要做什麼呢 當然外界評估預判 大概可能這樣子在 可能就是在這個做這個所謂的機動式的一個 洲際彈道飛彈的一個地下掩護 那當然我們盤點一下說 解放軍它一個主要的 過去來講如果是這種傳統的 固定式的景色式的 就是東風5B 射程大概可以到1.4萬公里 那當然可以打到美國本土 不過東風5B它的一個缺點就是說 它屬於這個液態燃料 液態燃料基本上就是說 要發動攻擊前才把這個燃料注入 也就是說你需要有發射時間的準備 對 這種情況之下基本上是來不及應變 就是說如果今天解放軍 已經遭到攻擊的情況之下 還要去注入燃料 其實反擊的能力是非常差的 所以後來解放軍發展出 所謂固態燃料的一個洲際彈道飛彈 包含像東風41或者東風31 東風31現在已經演變到東風31AG 射程從過去傳統的8000公里 也提升到1.2萬公里 所以這樣的一個地下岩體的一個擴大 當然被外界認為說 解放軍他認為說非常有可能 譬如說在遭到美國核子武器打擊的時候 因為你如果把這些地下岩體 集中在一個比較小的區塊 非常有可能被美軍一次摘除 一次摧毀 所以他刻意這個用中間有這個長的艦距 然後避免被一次摧毀 換句話說就是他在強化 他的一個核子反擊的能力 也就是Second Strike 基本上核子武力的攻擊 先攻擊的這一方First Strike 基本上就是要打到對方沒有辦法還手 但是如果今天對方是保留 有還手的第二級的能力的情況之下 這個就是一個反制的嚇阻 也就是說會讓可能發動攻擊的那一方 他會小心 因為對方也會還手 這變成一個相互保證毀滅的一個狀態 所以這樣的一個核子反擊的能力 我們看到解放軍持續在擴大 除了地面之外 我們看到海上的第二級的能力 他過去陸陸續發展出所謂的094的這種 所謂戰略核潛艦上面可以發射所謂巨浪2型 現在在這一個渤海造船廠 據船也在加速打造 所以未來新一代096要搭載巨浪3型 這都是他屬於這個核反擊的部分 當然他用這樣的一個做法 無非是在警告 美軍不要對中國輕易動用核武 不過當然外界觀察 就中美之間的核子武力的一個戰力對比 其實基本上這還是美軍的優勢啦 因為美軍就算是你看拜登政府上台之後 連續還是試射了三叉級D5 就是用這個二亥二級的戰略核潛艦 那也發射 測試了一枚 後來緊接著又在這一個 美國的加州范登堡基地 又發射了義勇兵3型 在美國的西部的各州其實有高達450座 類似的一個固定的發射井 不過因為老美的這個核武義勇兵來講 用了已經時間滿長的 所以他現在也在進一步要更新 要研發新一代的這種所謂的洲際彈道飛彈 所以中美之間核武之間的攻防 其實是持續在進行 當然除此之外我盤點一下 其實近期解放軍在飛彈上面動作很多 剛剛講說反制的能力 其實在2月4號拜登 跟走渡對外的一個政策 外交政策的引說前 我們才看到說他這個發射了一個 叫做中段反導 這樣的一個武器的測試 中段反導基本上就是說 今天洲際彈道飛彈 它的攻擊有分上升段 中間的一個中段的一個飛行段 然後還有末端攻擊段 中段的一個飛行段 它的一個離地球的位置是 其實是最高的 但是這個時間也最長 譬如說你一個要打到1萬公里 以上的一個洲際彈道飛彈 在這一個等於說太空邊緣那個區塊 出外太空的時候 飛行可能有到18分鐘之久 所以在那個地方可以進行攔截 美軍過去來講他有標準三型 像薩德是前端 愛國者三型是末端的攻擊的攔截 基本上來講 這個解放軍研發這一型的飛彈 進行測試在那個時間點 無非當然也是在這個 對拜登政府做一個警告 當然外界觀察包含像過去 它有紅旗19這種反導的飛彈 現在可能這幾年 他研發出所謂的動能3 而這一型的一個反導飛彈 基本上除了可以攔截 洲際彈道飛彈之外 其實未來可能也是衛星殺手 可以直接把低軌的這個衛星 直接擊落 所以這樣的一個動作頻頻 當然讓老美也感覺到說 解放軍在核武上面 不斷的一個加速的發展 除此之外其實我再簡單 再這個盤點一下 其實拜登政府上任之後 還有包含在1月25號 其實那時候央視還對外曝光 一次用了7枚的東風31AG並列 然後這個直直的豎起 那樣的一個動作 當然被美軍視為說 解放軍不無可能 過去來講他可能是被動式的 未來他都不排除有可能先發制人 所以我們看到這麼多的一個 所謂的核子武器的一個載具 這個解放軍在對外持續的 特別是對美的部分耀武揚威 當然所以引發了這一個 包含像這個美軍的這個戰略司令 由主管核武的這一個部門的 這個戰略司令司令官李查德 前一陣子其實還對外特別強調說 不要以為傳統上認為說 兩個傳統的強權 特別擁有核子武器的大國 不會開戰 因為可能相互嚇阻的關係 沒有人會輕易動用核武 但是他認為以解放軍過去來講 他在國際上面一直是言行不一 雖然過去他也承諾過 不率先使用核武 但是現在以他的一個核武 包含我們剛剛點名的這些 他都一一在強化他的能力 所以未來都不能排除 他有可能這個先發自然 在這種情況之下 美中所謂的這一個不可能爆發核戰 從過去完全不可能 現在變成並非完全不可能 也就是說這樣的機率其實存在了 雖然不是那麼高 但是絕對不能用這個 完全不可能的方式去看待他 除此之外 其實最近美國國防部 還有幾位新任官員陸續在接受聽證 這個美國參議院或這個國會的審查 在聽證的過程中 他的副部長的提名人叫希克斯 他特別也談到說美國過去的確 曾經對國際承諾過不率先動用核武 但是他直接形容說這樣的 在面對中國威脅的情況之下 這樣的政策可能是一個bad idea 也就是說是不是有可能調整 而先前我們看到川普政府任內 其實川普就曾經有講過 特別是他已經同意這個美軍 去研發所謂的低核當量的核武 或所謂的戰術核武 也就是說用有限度的使用核武 來嚇阻或者威懾對方 特別是解放軍 那這樣的政策 會不會在拜登政府上任之後 繼續延續 看起來五角大廈內部有不同觀點 但是這樣的可能性是存在的 也就是說雙方如果未來 不管你是在台海或南海爆發戰爭 最後有沒有可能演變成一場核武大戰 這個可能性是存在 特別是這個前美國駐北京大使 叫瑞孝儉 前一陣子就提出這樣的一個警訊 他認為如果今天台海爆發 衝突的情況之下 美中之間有可能一連串的連鎖 演變到最後是雙方的核武大戰 那談到剛剛第二個題目就是說 講到最近有兩名 這個美軍的一個將領 特別是其中一個名是上將 寫了一部小說 它是一個小說 不是一個學術分析 它是把現今所有的很多的一個 發生的現狀 然後放進去劇情裡頭 特別是提到說南海有可能 在2034年直接爆發 美中之間的軍事衝突 而且這個軍事衝突不是 只是擦槍走火 而是這個美中之間的大戰 不過這一部小說 其實我覺得當然 這個作者也特別強調說 他是提出一個警訊 當然他在觀察過程中 他認為說本來他的時間表 可能是更往後 但是不斷地寫的過程中發現 現世有很多美中之間在南海的角力 居然已經一一上演 開始在發生 所以把2034提前到2034 但其實如果照他的一個說法 這樣的一個爆發 美中軍事衝突的時間點 非常有可能在這個 這幾年還會再往前推進 所以最近其實你可以觀察到說 國際很多的這一個 不管是學者專家或美國的前官員 紛紛談到說台海的一個危機 似乎在持續升溫之中 南海可能也是雙方引爆的一個衝突點 不過我覺得各種可能性 我們都不能排除 對台灣來講 所有的這個準備都要做好 萬全的準備 那不能輕敵 但是也不要遭到這個解放軍 文攻武嚇 然後被他給威懾 就是這個每天成天擔心緊張 但是這個國防的一個防衛戰力 一定要做好準備 只是說未來外界在觀察說 美中之間的衝突爆發點 到底在台海還是在南海 我認為其實不管在台海或南海 雙方都會牽動 因為整個美軍的亞太兵力的部署 基本上如果在台海爆發衝突 美軍以最近的情勢觀察 其實很多人說共機每天來擾台 其實美軍對中國 也在持續的抵近偵查 但是當然這有因果之分 今天就是解放軍不斷的 主動的對外威脅 特別是對台灣採取一個 要用武力併吞的一個姿態 這引發這個國際擔憂 台灣被中國武力侵犯的情況之下 美軍才會接著這個大兵出籠 我們看到美國的軍機 其實也頻繁地通過巴士海峽 然後再包含在東沙這附近 或者是進入南海 再對這一個中國進行 所謂的這個任何軍事動態的監控 解放軍把這認為說是美方的挑釁 但實際上是解放軍主動從去年 2020年以疫謀霸 不斷的大兵力出海 導致整個地區情勢的不穩 所以美中這個雙方軍力的一個交鋒 不管是海空來講 在這個台灣周邊頻頻的出沒 我覺得美軍現在的做法 其實已經是 我都過去本來只是用準協防 其實我進來觀察 這個時間已經持續了 這個不到1年 但是數個月之長 而且每個月的頻率非常高 如果以1月份來講 美軍大概半官方的這個 北京的這一個平台 都說有70次的頻率 其實都不止 因為他有開這個尋達器 只有70次 沒有開的那種軍機 可能高達70次以上 如果說今天你這樣高頻率 在台海周邊巡運的情況之下 解放軍只要對台灣有任何輕舉妄動 美軍兵力極可能馬上就介入 所以在台海引發美中之間的 直接的軍事對立或衝突 我覺得可能性非常 這個可能 這個比南海可能都還要再高一些 南海之間 雙方當然是看彼此如何博弈跟角力 因為南海基本上美軍穿越12里 除非解放軍敢直接對美軍開火 否則的話 雙方就是一個兵力對峙的一個態勢 透過這樣 包含美國呼籲各國的盟邦 來加入南海的聯合軍演跟演訓 要這個不承認中國在所謂的南海的 所謂的主權的這個伸張 這種情況之下 我覺得外交跟軍事的手段會併用 但台海的部分的確危機 我認為是持續升高 是 我覺得這個我們看到這個拜登政府上來 當然大家還在觀察 有些時候看起來他又跟以前 這個對中國的態度好像適度的 好像強硬了一些 當然不能跟川普比 但有些時候大家又發現說 他又有一點示弱 又有一點這個懷柔的一些政策 但我覺得國軍 各國的國軍 這個反應應該是軍方 反應是最直接 因為所有的軍方總是會先問一個 他為誰而戰 為何而戰 所有的軍方一定都有他所設定的 最重要的威脅 假強力 畢竟他要保護他弟兄的安全 誰是他的最大的威脅 美軍最大威脅應該不會是台灣的國軍吧 我相信非常的清楚 所以我覺得去問軍方最誠實 他們會最知道 誰是對他們國家最大的威脅 從這樣的推論 我覺得可以看出一些端倪 接下來我們就請教一下彭孝大哥 習近平在最近 赴他們中央黨校演講的時候 針對說中共是依靠鬥爭 走到現在也必然依靠鬥爭贏得未來 這聽起來有人說他這個鬥爭還去算 講了14次鬥爭 鬥爭 鬥爭 當然一方面看起來這個中共好像回到這個老路 對於這些所謂的鬥爭 然後希望大家去批判 就像文革那種大家非常驚恐的一個狀況 但我自己也覺得說 你這樣子不是在鼓動你的對手 趕快來鬥爭你嗎 到底習近平是發生了什麼樣的事情呢 彭大哥 你怎麼看 是的 這個毛澤東有句話說 與天鬥其樂無窮 與地鬥其樂無窮 與人鬥其樂無窮 在整個毛澤東思想裡面 鬥爭就是一個核心 那麼剛才你也提到說 會讓他們覺得他是不是回到文革 這我們再看看習近平的成長歷程 習近平剛好跟我同年同月 他還比我小個15天 所以說在我們那個世代的人 正好他遇到的是文革 在文革期間 他大概是初中吧 他就被下放到農村去了 整個的文革 大陸的所有學校都停課了 等到文革結束以後 才慢慢地恢復所謂的高考 就是所謂考大學 習近平可以說是 文革結束以後恢復高考 他才以這種工農兵子弟的這種身分 類似於說辦保送這樣子 進入了清華大學 但是這中間 就是我們學習的最基礎的 譬如像說我們的所謂 初中 高中這個階段 他都是在文革 那麼所以不只是習近平而已 所有中共現在 在中央政治局常委裡面 絕大多數都是所謂的文革世代的人 這個文革世代的人 他們有個共同特色 就是說這個因為文革 所以他們的書沒有讀得很好 當然這不能怪他啦 但是這是因為大時代的環境 所以曾經有人說習近平的程度 大概就是一個初中程度 那對他也不算是什麼貶義 因為很多文革世代的幹部 就是因為上山下鄉 而沒有失去了好好讀書的機會 那麼但是問題就在於說 當你中央政治局的常委 都是差不多同個世代的人的時候 就會出現共同盲點 這個盲點就是 因為他們成長過程裡面的 這種中共的理論 跟那種特別左的這種思想 不知不覺的 所謂深入他的靈魂深處 就造成毛澤東所講的 從靈魂深處鬧革命 那麼我們從習近平後來的 很多刑事作為上就發現了 在他的靈魂深處 文革的烙印可以說是這個揮之不去 特別是這個看前不久 他擴大紀念華國鋒 這個就讓人家覺得這個非常突兀 因為華國鋒坦白講 他是被這個鄧小平 他們這些老狄的幹部逗下去的 他本來是這個毛澤東指定的傳人 就是毛澤東一個字條說你辦事我放心 那麼但是華國鋒上任以後 因為他本身的資力也不足 資望也不足 第二個他是作為毛澤東指定的接班人 所以他那時候提出兩個凡事理論 什麼叫兩個凡事理論 第一個就是說毛澤東所講的話 都是真理 不容挑戰 毛澤東所立下的這個規範 必須要遵守 不能夠改變 但是對於像鄧小平 陳雲 他們這些老幹部來講 他就覺得說你如果還走 這樣的極左路線 對於中國的改革開放是不利的 所以鄧小平就提出了所謂 實踐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 換言之就是說不是誰說了算 而是看從實踐當中 哪些事情是對的 哪些事情是錯的 必須要以實踐的檢驗 來作為一個科學的標準的依據 但是這個就是這個路線 確立了以鄧小平為核心的 這樣的一個中共改革開放路線 但是我們發現說這個習近平 對鄧小平顯然有很不同的這個意見 為什麼呢 因為事實上這個過去很多 講到中共改革開放的一些的油畫等等的 都是以鄧小平為核心 但是這個最近這幾年 逐漸地出現一些油畫 是以習近平的父親叫習仲勳為核心 為什麼呢 因為當時最早的改革開放提出來的 按照習近平的說法 習仲勳現在那時候他在廣東省委書記的時候 他提出來 然後他跟中央講這個我也不要錢 我也不要任何的那個 我只要政策 換言之就是你給我一個這個政策 讓我放手去幹就行了 那麼當時中央就好 既然這樣就放手讓你廣東去實驗 所以這個改革開放 真正的講從廣東開始 從習仲勳開始 這是有一定的一個這個歷史的依據的 那麼但是在習近平的心中 有另外一個快樂 就是習仲勳之所以長期以來被打壓 恰好就是鄧小平對他的打壓 那麼這是早在50年代的開始 所以一直習仲勳都沒有能夠 占到這個權力的核心 就是因為鄧小平的關係 那麼直到後來文革結束以後 他也是從勞改當中被解放出來 然後才有機會到廣州去當省委書記 但是當完省委書記以後 後來也是因為鄧小平的關係 他也沒有在真正的回到中央的核心裡面 所以這個對於習近平來講 始終心裡面有陰影 那麼他要紀念華國鋒 等於是對鄧小平路線的另外一種否定 那麼紀念華國鋒 華國鋒是什麼 就是毛澤東的繼承人嘛 換言之就是說在習近平的靈魂深處 他就是要做毛澤東的繼承人 毛澤東講的什麼 就是階級鬥爭 就是權力鬥爭 就是以天鬥以地鬥 所以你看習近平很多講話 不知不覺當中就流露出他在他的DNA裡面 這種的鬥爭的基因是非常非常的強烈的 但是我們從另外一方面 從現實來看 事實上習近平內心也是非常的空虛 而且這個也是相當的害怕的 為什麼呢 因為第一個 他鬥了很多人 你看這些人雖然說表面上是說 以這個反腐 反腐化這樣子來進行的 你看多少的這個部級 省委 甚至於說上將軍銜的這個幹部 一一一一 以這個反貪的名義 把他們給鬥倒 而且這個整個的大陸的幹部裡面 因為反貪為民被拉下馬的 不計其數 但是這個對於新上任的 習近平的人馬來講 他們跟習近平一樣心中都是不安的 因為他們也知道等到習近平 權力結束的那天 可能就是他們被鬥的那天的開始 所以習近平現在就是希望說 能夠斬草出根 前不久他也提到說 周永康的殘餘勢力仍然存在 你看連上海他的一個副市長 就是公安廳的廳長 連續被拉下馬 重慶已經拉下四個了 為什麼 就是因為他們過去在政法系統 都曾經受過周永康的提拔 周永康的重用 所以只要有這層關係 都是習近平所不放心的 他所要把他們鬥倒 一定要把他們徹底的踩塌在地 他才能夠比較安心一點 但是問題就在於說這個過去 江系人馬一賽朝太久了 幾乎滿朝文武 大部分都是江系所提拔出來的人 所以他整個心裡他不安 所以一而再再而再 第一個 他不敢放棄權力 所以為什麼他變成終身子 因為他一旦放棄權力以後 他一旦退休以後 他的下場會很慘 你像華國鋒退休以後 他等於是被軟禁了 等於是被一個國家的主席 他是主席總書記 又是軍委主席 這樣的一個人物 退休以後是被軟禁的 他完全沒有自由說對外可以接觸 可以什麼的 所以這個更不要講說趙紫陽 所以這些都讓習近平非常沒有安全感 所以他非常需要靠著不斷的鬥爭 第一個 來徹底掃除這個 他政壇上的敵人 或者說是潛在的敵人 但是我看更重要的是 他要掃除他心中之魔 因為他心裡面他始終沒有安全感 始終害怕人家算起他 始終害怕人家搏他的權 始終害怕人家要他的命 所以更擔心的是什麼 他還擔心說像毛澤東一樣 當初鄧小平為了要付出 給毛澤東寫信 跟毛澤東保證絕不翻案 毛澤東死了以後 鄧小平馬上翻案 什麼絕不翻案 所以現在習近平也很擔心 哪一天他一旦去見馬克思以後 馬上有人會翻他的案 所以這就是他必須要藉著 不斷的鬥爭 不斷的整人 不斷的清洗來讓自己稍微能夠 安穩地睡一天兩天的覺 這個聽起來我覺得很悲愛 一個這個領袖如果做到這樣的樣子 每天這個寢食不安 他廢警王子不是為了工作 而是怕他的政敵對他有一些威脅 我覺得這怎麼會是我們 可以想像這樣的一個政權 而且這個鬥爭 鬥來鬥去 然後鼓勵大家相互的這個批鬥 我也可以想像 剛剛問這個我們明杰老師的問題 就是說這個看起來難怪大家認為 如果以中共的這樣的一個個性 跟特質跟黨內的文化 怎麼可能不到處鬥 所以他對於台海 對於現在相對應的一些威脅 我們大概可想而知 就是不只他們內部鬥 其實他們也對國際鬥 在不斷地在挑動 所以要說起來比較挑釁的 可明顯地看起來是中共 當然這個即便我們是這麼說 台灣還是有一些威脅感 不管是在南海會產生這個 有可能的爭端 或者在台海目前看到的 已經有許多的共機繞台等等 我就很好奇這個拜登到底怎麼看 因為畢竟有人在這個選舉 就是就任之前還在說 可能這個只是對於這個川普的反制 要給你川普洗臉讓你難看 等到拜登上來 因為跟習近平是老相好 可能未來這個部分就會減少 我們發現也沒有耶 到底這個拜登未來要怎麼面對 中共對台灣的挑釁 怎麼去避免有可能的這一戰 我不知道拜登到底 有沒有真的做改變 敏傑老師你怎麼分析呢 要講說拜登如何避免未來 美中可能開戰的可能性 我們先回到本質面去談 我們剛剛談到中共這一個 特別習近平最近要求說 要依靠鬥爭贏得未來 鬥爭本來的確就是 這一個共產黨擴大勢力的 一個重要手段 鬥爭裡面基本上又分紋鬥跟武鬥 你可以觀察如果今天他實力不足的時候 他就會紋鬥 如果他今天實力已經壓倒對方的時候 他就捂鬥 那直接併吞你 吃掉你 那紋鬥的一個目的只不過是 譬如說這個談判 外交手段 就是在拖延時間 是要這個利用這樣的一個時間跟空間 來壯大自己 最終還是要把你消滅掉 所以從這個鬥爭的角度 剛剛談到是這個 彭秀大哥談對內鬥爭的部分 他對外鬥爭其實是互為所用 對外鬥爭成功 可以拿來作為對內鬥爭的依據 對內鬥爭成功 也可以壯大自己持續擴大對外鬥爭 所以他們老共的這個辯證法 你全部都不可以小規 要連結在一起 所以在這種情況之下 如果他本質不變 拜登如何用各種手段 什麼樣的手段 才能夠避免未來開戰 我認為事實上你可以發現 這個老共基本上就是吃硬不吃軟 他只怕你實力比他大 你實力比他強的時候 他會這一個退 你進他就退 他會用間接戰略 但是最終目的當然還是要取代你 消滅你 所以對於這一個習近平 其實已經多次講得非常清楚了 這個民主偉大復興 我們民主偉大復興 基本上他想要成為一個全球霸權 唯一的強權 在這之前可能兩個動作一定要做 第一個可能香港他解決完之後 的確台灣是他未來可能中短期的目標 這個譬如說他真的能算 這個順利拿下台灣 當然過程中就會發生 可能中美之間的衝突 最終他的目的 當然希望直接完全取代美國 讓所謂他民主偉大復興能夠實現 所以這樣的一個目標 其實他訂定下來之後 剩下的就是如何達成這樣的目標 所以他的軍事不斷地擴張 老美現在也發現 我們其實川普政府這個任內 你就看到他這個對中政策已經直接 就坦承過去40年都是失敗的嘛 所以全部根懸意測 用新的一個對中戰略 現在看起來拜登的確也在持續 當然大家外界比較擔憂 是說拜登過去親中的這個可能態度 有沒有可能影響未來的對中政策 不過目前來看 當然拜登本來就外交外出身 所以他對中國講話 當然不會像有川普 這麼樣的一個有個性 這麼樣的直接 當然因為講話不夠強硬 大家還是擔心說有沒有可能未來 又被這個中國用這種外交手段 然後到最後又是這個變成 看他的面子 然後往中國又倒過去 不過現在到目前為止 拜登上任其實已經超過一個月 在滿月之前 這個一個月我持續觀察 基本上軍事的一個動作 是非常強硬的 近期其實我們剛剛 其實前面也談到說 非常多的國際學者專家出來呼籲 而且提醒說這個台海的情勢是危險的 包含像這個有人講說 這個美國前國防部長這個蓋茲 他也特別呼籲說這個台海的情勢升溫 所以美軍要加大在台海周邊的部署 包含像這個在美國的 這個中國軍事專家 這個梅惠玲最近也講到說 2022可能這個有解放軍告訴他說 習近平可能就會對台動武 不過他這個部分我覺得放話成分居多啦 因為今天在2022之前 特別是20大 這個習近平他首要任務 絕對是自己連任 今天如果在這時間之前 就對台動武的話 反而增添他一個失敗的一個變數 當然2022之後有沒有可能性比較大 當然美國的前白宮安全顧問 他就認為說2022 20大之後 這個北京辦完冬季奧運之後 可能那個時間是危險的開始 當然這個時間點我認為 我們的確要小心 要提高警覺 那一直到2027 而2027是習近平自己提的建軍百年 他以那個時間點作為 完全壓倒美軍的一個目標 現在談到壓倒美軍 也就是近期我們觀察到習近平 為什麼變得這麼的侵略性 向外擴張 而且看起來對美的姿態非常的強硬 我覺得一個重要的一個戰略的一個研判 就是說基本上他就看衰美國 他認為說美國的軍力 已經整個完全下滑 解放軍現在的軍力極速上升 也就是低估對手 高估自己 這種情況之下 當然會做成一個戰略上的誤判 認為說他已經可以開始向外擴張 這個部分當然回到剛剛講的 就是鬥爭這個本質上面 基本上他只要認定你 你現在已經比我弱 他的一個武鬥的一個手段 就會開始出龍 所以你看到從去年開始 企圖以疫謀霸 其實去年我都認為2020年 本來我的觀察他一度有這個打算 在譬如說像去年4月那個時間點 準備要對台動武 但是後來發現說老美的航空母艦 雖然螺絲符號染疫 但是非常快的恢復戰力 兩個月另外雙航母就回到 所謂台海跟南海 然後同時沒想到這個美軍的 B1B的轟炸機直接可以帶著長城的 這個逆中巡迷飛彈 到這個第一島鏈來準備做事 對他進行打擊 所以他才這個收手 否則去年他的這個 遼寧號航母戰鬥軍出來的時候 其實在繞台的那過程中 其實那一段時間頻頻對台的軍演 我認為都有那樣的一個意圖 現在整體上來講 美國的軍力其實是未來一個關鍵本質 就是說美軍在亞太的優勢 是不是還是能夠維持一定的一個強度 然後完全的這個壓制解放軍 可能是未來北京在研判 是不是可能用武力的方式 來處理台灣問題一個重要的關鍵 好 所以最近我們剛剛講到 像美國的前國防部長 這個蓋茲這個建議有非常多 包含像應該要加大美軍 在台海周邊的一個反艦飛彈的部署 特別是像先前這一個 美國的前國防官員柯伯吉 也提出類似的論點 都說認為應該美軍加大在周邊的一個 所謂的大量的反艦飛彈 這些反艦飛彈中間被點名的 有兩種 一種是這個NSM 海軍打擊飛彈 那這一型的海軍打擊飛彈 其實美軍現在還在測試之中 它現在其實是搭載在這個LCS 就是大概3000噸的冰海作戰艦 曾經在南海巡弋 也曾經在關島周邊試射過 這一型的巡弋飛彈是挪威製的 不過美國採購 認為它性能非常好 它的彈體相對來講比較小 而且它採用這種紅外線的 一個高靈敏度的一個感測器 它跟傳統的魚叉飛彈不太一樣 傳統的魚叉飛彈 基本上是直接穿過你的艦艇 那希望企圖把你直接這個集成 但是像這種NSM 它是打這一個 等於說甲板上的目標 包含上你的艦導 包含你的雷達 癱瘓你的作戰能力 那它基本上逆中能力非常強 敵方偵測的能力可能性不高 所以這一個相關的 美國軍方的官員都認為說 如果未來在台海周邊 部署這樣的飛彈 特別基本上100海里之內 所有解放軍的船艦 基本上是很難以生存 而且他認為美軍要適時的 用這些飛彈直接去瞄準 共軍的解放軍的艦艇 去警告他 讓他不敢輕易度過台海 另外一型這個屬於空射型的LRASM 這一型的叫HM-158C 同時另外一型公路型的 打擊地面目標的叫HM-158B 就是JASSM-1R 這兩型的飛彈有個共同的特徵 它是屬於半逆中 那它的射程非常遠 如果是真層型來講 它可以從560公里延伸到960公里 所以美軍的官員都一一在建議說 應該加大類似的一個 飛彈的採購部署在台海周邊 對於解放軍的一個艦艇 也有一個非常大的嚇阻效果 同時當然他們自己本身的一個 基地的一個分散跟強化 其實最近也非常多的一個 專家提出建議 包含像印太司令這個Davidson 他其實這兩天我們看到 他跟美國國會的一個報告 叫做這個根據去年的NDA 2021的法案 明年要編2022的一個 等於說太平洋威懾 這一個倡議的一個預算 本來過去一開始是編22億美元 現在要翻倍 直接跳升到46億美元 中間就特別要強化 包含像關島的設施的防護 反飛彈的防護 還有包含像他未來準備要 這個採購包含像預警衛星 這種太空這個感測器 高粒米的感測器 去嚴密的等於說這個老共的飛彈 如果一發射 馬上美軍就可以這個發現 同時關島本來已經進駐這個SAD系統 SAD我們知道它是屬於這一個 飛彈的上升段的攔截 本來部署在這個地方 是為了避免我們剛剛前面談的 東風31 東風41 打擊美國本土做攔截 但是今天如果解放軍用這一個東風26 直接打擊關島的情況之下 它的末端攔截恐怕就需要愛國者三行 所以它近期還這個等於說加購了 準備增加預算 希望採購所謂的陸基神盾系統 等於說全面的強化關島 這樣的一個所謂的這個第二島鏈的防禦 還有包含像美軍在沖繩基地 事實上這個去年的衛星照片也發現 這個解放軍在甘肅的一個飛彈靶場 上面居然放了一架1比1的E3的預警機 而這一型的這個E3波音產的預警機 目前來講美軍只有在沖繩使用 所以這意圖非常明顯 就是要這個用飛彈 到時候譬如說它在對台打擊的情況之下 非常有可能就先制攻擊 美軍的這個沖繩基地 所以這麼多的一個軍事上的一個防衛 其實我們觀察到就是說 川普任內其實已經慢慢在增加 包含像先前川普任內提出說 美國海軍的艦艇 未來這個譬如說至少到2045年或2040年 那要把這個現有的 可能不到300艘艦艇數量要大幅提升到500艘 中間包含非常多 還有無人這個譬如說潛艦無人的 這個海上的這個巡逻艇 或各式的巡防艦 然後加大火力或飛彈的一個部署 那近期來講拜登進一步 其實這兩天才看到 美國有一個這個所謂的AI 人工智慧的一個國安委員會提出 跟這個美國國會提出一個 厚達700多頁的報告 中間建議說拜登政府是不是應該要強化 AI跟半導體的一個技術 避免被中國竊密 或者是利用供應鏈 竊取相關的一個高科技的一個技術 同時也要強化AI跟這個相關的一個 武器的一個發展 AI未來當然我們看到 美軍近期非常多的無人機 已經開始採用AI的技術 也就是說這個拜登現在目前初步的策略 基本上是要先聯合盟友 除了譬如說在南海 在台海周邊有聯合的軍演之外 他在這種所謂的高科技產業的發展上面 聯合盟友共同來開發 要打造一個所謂的一個科技民主聯盟 來對抗這個中國的 所謂科技專制的一個政權 是 我想這個大概也是我們後續 會持續在關注的題目 其實我有點語重心長 我知道我們在節目很多人會批判 說你們就扯後腿啊 這邊看不得這個中國強大如何 你看以前八國聯軍我們被欺負 好不容易我們站起來了 就是有這種台灣無聊的節目 一直在唱衰 說真的 我們就看所有歐美的一些情勢 大家對於中共的反感 我必須說中共 括號有可能 有人還是分不清楚 所謂中共跟中國的反感是越來越高 甚至現在的調查 已經高過當時天安門事件了 我覺得這個不是大家的擔憂嗎 如果我們今天所有收看都是華人 這未來有可能 因為大家對於中國 中共分不清楚 而對於台灣 對於甚至其他的華人 而產生排華 或對華人不友善的這種仇華的運動 到底是誰害成的 這真的是我們期待中共 應該這樣的方向在走嘛 從過去川普即便清楚地界定 所謂的這個反共不反中 到現在看來這個拜登又稍微調整一下 就是說反習不反共 我覺得後面真的是讓我們非常的擔憂 如果瞭解中共的這些本質 其實讓我們覺得風險是非常大 所以這個還是要值得我們 持續來做一些呼籲跟關注 當然我們要努力也需要大家認同 大家給我們鼓勵 所以拜託啦 也可以把我們的節目 轉傳給更多的朋友 然後大家一起來加入了解跟討論 我想我們可以為著我們自己 相對的理念跟目標可以繼續努力 那就再次感謝我們兩位來賓的收看 也謝謝大家